民進黨發瘋啊 怎麼瘋狂了你知道嗎 發瘋了實在開始尖殺如秀燕 他與人為善的程度 這個死度之大 令人匪夷所思 你知道嗎 跨越政黨 林佳龍部長 他沒有意願 要回到台中市去選舉 林佳龍不可能參加2022的選戰 這是我的第一個 我非常確定的一件事情 林佳龍也不會參加2022的 任何一場的先世首長選戰 因為林佳龍與他的格局 跟他的年齡 跟他的個人條件 目前林佳龍是美國 一二個政治學博士 大家知道 他擔任過國安會的秘書長 擔任過民進黨的秘書長 他未來要走的路的話 要往下走的話就是 行政院院長或是說要選總統 或是說總統府秘書長 一定是所謂的國之三公的這個級別 然後也有可能會擔任民進黨的黨主席 我大概說明一下 他的位階已經到這種位階了 所以他不可能回頭 再過去去參加地方政府的選舉 尤其台中市他絕對不可能 因為這次他們很辛苦的 去幫忙去拿下了這個中二選區的選戰 林佳龍會的非常大的力氣 這大家都看到了 他就是求他後面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試圖的順遂 你知道嗎 所以他並不是要回頭路 為什麼要講說林佳龍不會回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林佳龍不會回去當台中市的市長 不會去參選2022台中市市長 為什麼這個禮拜民進黨發瘋啊 整個瘋狂了你知道嗎 發瘋了開始追殺盧秀燕 這神經病我看不看不懂 然後看不懂我就開始解讀這整個事情 你看包括幾個電視台 包括我們周遇寇寇寫表現得超級勇敢 拼命殺盧秀燕 盧秀燕的一生他的政治的風格上來講的話 是與人為善喔 你看他在立法院啊或是過去當省議員 整個一路走過來啊 他其實是一個就是像大家看到媽媽型的市長 媽媽型的市長以前當立委的時候 他也是一個很專業的立委的形象 因為他的選區很特殊 他在台中市的選區大概沒有敵手 就是後來省智會選當過選 不選成功 那個莊敬成是不是現在的莊敬成 所以接下來的接盤的這個選區 那個選區盧秀燕經營的十幾二十年 北屯 北屯 他大概是沒有任何人是他敵手 因為盧秀燕市長是連任六人吧 在這個地方從來沒有吞過敗仗 所以說他不需要去得罪任何人 但是他把選民經營好 服務做好他就穩當選了 因為大家朋友的大家推薦經營之下時間也到了 他就出來選市長 這樣子 所以他的政治的風格上基本上是與人為善 他與人為善的程度 這個死度之大 令人匪夷所思你知道嗎 跨越政黨 跨越政黨與人為善 對他與人為善的邏輯就變成他一個基礎 他基礎之下 他第一個為人為善的對象是誰你知道嗎 就是林佳龍 所以他對林佳龍特別好 盧秀燕當市長快當完一屆囉 到現在為止沒有爆料過一件 林佳龍的任何一個弊案 王毅川我不知道是拿你出來的250你知道嗎 那個是更老金不清楚 等一下我們來介紹一下 王毅川我們拿一個圖案 他弄了一個圖一個交通配套圖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把這個圖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他現在一直在打這個 一直在打盧秀燕的這張圖 這張圖我們大家這邊看到 就是在華總那邊有一個橋 你看到沒有 華總把那個橋指一下 這個橋 這個橋這個圖就是2015年 這是林佳龍在執政時候的一個計畫 對不對 那企劃旁邊有一塊地是總泰的一塊地 這個政治現金圖 我要介紹一下 大致是這樣寫的 107年直轄市議員 這群體政治現金曾曹榮 拿總泰開發建設20萬元 301 302 15萬元 就是拿35萬元 雖然我們查到35萬元 這個媒體也都報導35萬元 那總泰的曾曹榮的 外申是誰的 是莊敬成 莊敬成跟曾曹榮兩個人都在任內 最近的任內了 去幫助這個總泰 去觀說這條橋 這條橋 這條還沒有興建的橋了 還沒有興建的橋 我現在講的意思是說 這民進黨的市議員曾曹榮 跟民進黨的立法委員莊敬成 都去介入官說 他們指控盧秀苑要做的那條橋 而且那條橋的計畫 是在王毅川是不是 在擔任交通局長任內 就已經規劃好一條橋 不是盧秀苑規劃的 他們現在在打盧秀苑 就打說盧秀苑建賣的土地對不對 然後又規劃一條橋 去幫助總泰建設 結果問題是出現一個迴力標 這個迴力標一打回來 把一個糗事已經發生了 打到誰你知道嗎 打到民進黨自己人 第一個這個當時的這個 當時拿政治獻金的 都是民進黨的拿政治獻金 盧秀苑一毛都沒拿 現在拿錢的人 全部是民進黨的人 然後第二個 那條橋是誰的計畫 是王毅川任內的計畫 王毅川是個天才 王毅川是個學者 但不管怎麼講 結果他在媒體上 首先用赫然發現 像發現新大陸一樣 發現盧秀苑貪污了 哇大大很興奮 圖利圖利圖利 圖利這個圖利建商 然後呢講了半天 結果發現說是他2015年 他自己規劃一個案子 就是就有這個橋 然後更離譜的是 在目前現狀在規劃 在關心這個橋的人 都是大部分兩黨都有 但是民進黨的人 我們剛剛講到的 像曾朝龍這種人 他就拿了這些建商的政治獻金 然後就帶著他持續的赫然發現 林佳龍會選總統嗎 會會參加民進黨初選 保證會參加民進黨初選 好不遲疑耶 是2024嗎 2024民進黨初選 就2022選完之後 林佳龍一定 所以他現在為什麼要用一個 所謂的 這個叫做 他叫什麼大使 無論所大使 無論所大使 無論大使就是說他有一個title 但是沒有負任任 然後他空間很大 他可以接行政院長 他可以用這個空間 可以去發揮外交的功能 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然後他不要負責任 他也不要花公家的錢 但是過去曾經有無論所大使 要去做一些外交工作 譬如說我們的歐洲外交 是一個很困難的地方 舉例這樣講 以前那個中信金的董事長 叫 中信金 孤聯松 孤聯松當過無論所大使 那我知道了 孤聯松當無論所大使的時候 他們到歐洲去飛機 坐自己的私人飛機出差了 都到外交部報上 所以無論所大使是空間很大 其實很多費用 也可以在外交部報的 你知道嗎 所以無論 所以你知道這個職務 是非常好的職務 讓他本身很有勤旺 又可以進入地方選舉 又可以進入國際政治 所以我一直懷疑說 他不會去搞台中的事情 原因在這裡 但是蔡其商在後面收割了 我現在跟台中市政府的官員 喊話 跟盧學院團隊喊話 這個Googlechats 如果一直排在前面 第一名的話前幾名都是 盧學院後面新聞的話 表示有網軍在配合在作業 所以這個後面有網軍 盧學院如果不知道去請網軍的話 那活該挨打 盧學院立刻要請網軍的專家 你知道吧 我以為我不懂網軍 林秉書 對 林秉書 去請林秉書幫忙 還有救 因為這個可以把他救回來好不好 幫忙 東 東 西 西 西 東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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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